最近是彭博社 彭博社他也不是空穴來風 他總共訪了八個中國官員 八個中國官員都證實一件事情 不是直接證實鬥爭 但他是證實了不合 習李兩人過去十年基本相處 還算基本 大致同調 習近平控制一些 這個軍政相關的事情 那李克強控制經濟 這一個部分 各安其位 但是疫情開始之後 習近平一開始就對大家喊了 我們就是做到清零 要是人民戰爭 當作戰爭來講 習近平想把這個抓在自己的手中 特別是這個清零的這個動作 好 到了現在 感覺有點實在是很難真正玩意清掉 所以改變成動態清零 或是各種什麼靜默管理 發明了很多名詞 原地不動 就是想辦法要維持過去習的那一套 反正就總而言之就是盡量壓到零 可是在過去兩年 你盡量也許還可以撐得住 現在的經濟已經快撐不住 中國那麼多的數據都往下掉 他甚至最近大家也看到了 他那個醫保已經不去支付 那個PCR 他們叫做核酸 已經不付PCR的錢 因為實在是收不了 不能再用健保去貼了 那接下來大家是要做不做 就面臨一個分水嶺 所以他計程官員就說 習近平說要清零 李克強說要經濟兼顧 那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這個當然很有可能會延伸到20大 20大就是習近平是不是真正要延任了一個 非常關鍵的時刻了 在這之前可能會發生鬥爭 可是這個阿共那邊的鬥爭 跟我們這邊鬥爭是比較不太一樣 我們這邊政治鬥爭 你就真的祝福上天堂 我們來看一下 在2013年胡錦濤 簽署了一個解除所謂情報 機密情報的命令 其中有一部分 是涉及過去的國家元首被暗殺 或是疑似被暗殺的紀錄 大家才賀蘭發現 哇塞 鄧小平居然曾經七次被暗殺 而且有些已經被殺到很近的地方去了 殺到很近 那絕大多數要嘛就是毛澤東下令 要嘛就是毛澤東的信徒去 這個默默的推動了 從二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 第三年鄧小平下臺之後 就出現了第一鄧小平下臺之後 就民兵跑去他被扁的那個學校 去開槍掃射 這個當然沒有命中 所以後來才有鄧小平 接下來也有一次事件是 臨時他身邊有人叫他說 你不要搭飛機了 就突然零機動 就跟他講不要搭飛機 你敢坐車 結果飛機就解體了 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呢 晚上在那邊散步的時候 突然有人衝過來開幾槍 還好他有護衛 好這個都是在文化大革命 那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 一九七六年四月以後 毛澤東掛了之後呢 鄧小平一樣被逗倒 因為要確保轉移到華國鋒的手中 好鄧小平被軟禁 軟禁的地方呢 他去洗出去 剛剛好出去洗澡 洗澡工程結果他自己原來房間 電線走火燒起來 一燒燒一排 如果人在就變成鄧小炭了 就不是鄧小炭了 好那這一波過了之後 一九七六年七月 一開始剛剛講的四月 七月的時候又再暗殺一次 他就是本來要搭車的 後來一樣也是有這個神秘人 告訴他你不要搭車 你不要搭自己的坐車 所以他都有貴人 他那個坐車後來就突然發現 就是他坐車整個輪軸被人家拒斷了 好那這個是在鬥爭之時期 那之後他鬥贏了一九八零年 他已經鬥贏了 掌握了大選 還是有人要幹到他 一九八零年代 一九八零和一九八八 他已經如日中天了 還是有毛派的人說 我要為毛澤東報仇 來去開槍暗殺 所以老共這個獨裁的寡頭的國家 其實他跟我們最大的差異是 我們也許有一些領導人身亡了 後面的人會接上 因為他是一個民主政體 可能他們頭子掛了影響就很大 所以回到現在 其實習建平一開始 跟李克強很好的時候 他們也因為在十八大之後 強力的去清除江派 江派曾經也一度傳出 要把李克強幹掉 當然這個並未獲得解密的資料證實 但是當時就傳出了 李克強在視察四川地震的時候 他因為在比較危險的地方開發 突然有車子來衝撞他們的車隊 跟那個勤死亡 謀次勤死亡一樣 突然有壯士衝出來 要把車隊弄 炸掉什麼的 撞掉什麼的 但是並沒有成功 問題在於說 這個車隊居然逃走 也就是說來撞他的人 來撞總理車隊的人 居然逃得走 怎麼想都不太合理 這個怎麼可能做得到這件事情 是不是背後有人安排 好 那當然當時習近平 李克強是一體的 那接下來呢 同樣的這種暗殺手法 同樣的這種謀次手法 會不會在二十大之前再次出現 我想現在不只是李克強 搞不好習近平自己也特別的小心 因為到底有人居然有那大學生 斗膽叫他下台 開什麼玩笑 這個事情他一定會演辦 但是會不會有人見縫插針 會不會有人以大學生為由 我覺得依照現在中共 現在非常詭譎的形勢 其實是非常難講的 好 上海是中國經濟的一個櫥窗 現在好不容易撐到現在 六月一號號稱要全面複釋了 民眾們沒那麼相信的 所謂的全面複釋 你要出門到哪 都還得申請證件 上海經過了這一波 吊詭的一個封城 現在跟各位說 這個是自砍武功 你先把自己的左手先砍掉 讓整個全國的經濟陷入茫然當中 為什麼呢 因為上海是中國 全中國上繳稅款 排名第一的地方 那現在呢 今年呢 先跟各位說 今年第二季大概就掛了 所以今年很多人在猜說 中國的第二季 到底經濟衰退是多少呢 投行都在說 哎呀二啦 三啦 四啦 先跟各位說 我個人的估計 至少-4%到-5%以上 實際上 好 那我們回頭來談 現在要開始複釋了 你知道最近啊 上海啊 什麼最夯你知道嗎 剃頭的 剪頭髮的 那那個剪頭髮 先來跟各位說 那個剪頭髮真的是神奇了 我今天早上還特別打電話 因為我看到製作人跟我講的 我有個好朋友 是在中國負責歐洲 某大品牌的廣告的行銷總監 他就說 這個是過去三個月來 他們全家三個人 同時站在中庭上 過去的整個 兩個多月過程當中 一次一個 小朋友下來踢球 爸爸媽媽在樓上 媽媽下來採買 那各位 其他人在樓上 爸爸下來走一走 其他人在樓上 他們同時下來 那你知道下來要幹嘛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剪頭髮 要排四五個小時 所以他媽媽就說 那不要那麼麻煩了 我幫你們兩個剪 那因為不太會剪 通通剃成光頭 就是這樣子 通通剃成光頭 真正是 沒辦法 因為現在不知道該要怎麼辦 但現在再來重點就來了 很多人呢 他是隔著 先跟各位說 看到那個畫面都快哭了 他就把頭踢 升到整個圍牆上面外面去剃 你知道嗎 有些人就隔著旁邊 所以先跟各位說 那個剃頭就修一修 旁邊修一修 那為什麼 因為再來要上班 上週我們有跟各位說 他有所謂的外出症 有所謂的採買症 這個更好笑了 這個叫六彎券 六彎症 現在跟各位說 上南二春 例如說他這個壇 謝承諺 什麼時候呢 2月22號 5月25號 各位只有兩個小時 只有兩個小時 你要拿這張可以出去兩個小時 那兩個小時呢 各位不能只有這張 你還有後面的兩張 各位你要總共拿三張 這邊還有四十八小時的核酸檢驗卡 這個四十八小時 目前都四十八小時 然後還有一個出入證 還有一個出入證 然後所以呢 你說兩個小時的時間 可是要買吃的東西 東西會不會夠不夠 不夠 所以最近還有另外一個生意 非常夯 你知道是什麼嗎 人力自行車 現在中國上海規定 不能用所謂的任何機械 或馬達的東西 那為什麼呢 就不希望說一下子 萬馬奔騰這樣子 汽車 機車的全部都送出來 可是你去買了一堆東西 怎麼辦 很重啊 所以就有那種 三輪車 你知道嗎 改成四輪車用推的 那過去這些東西在哪邊 在菜市場裡面推菜 現在就換推人了 但很多人會想說 那這樣可以出去 也會比較好吧 但是akk букв字幕下方 也會見到 有 不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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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